李宗盛暉明 杨茜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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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要大家讲讲 sece 我们用这本周译 去占卜 自古以來都認同的 所以 系辭傳說 亦有聖人之道四言 以言者上其辭 以動者上其辯 以制器者上其障 以卜誓者上其瞻 聖人之道四其中一就是卜誓 卜誓就是用五十斤絲草 這個方法 朱熙周易本二的誓言說得很清楚 但是他們有特別的桌子 有特別的坑子 我們現在沒有的 也很少有人為他們做桌子 就要焚香等等 但是我們是用絲草去洩 叫做絲 去數絲草 在周易的系辭傳裡面 就有口訣 順便講講白書周易是沒有這一段的 白書周易是沒有大演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八九的 那是不是卜誓很後期呢? 也不一定 因為白書周易是在坐地是坐過的 他們都不知道多厲害 他們卜誓很小 你看屈原就知道 他們都不知道多習慣 他都不需要跟著你 所以他不抄下這個 應該是時上傳 是有一個問題 現在的問題 都要問 但我現在 大家都看到 假設我們有問題要問 我們要問周易 我們就利用 系辭傳裡面 这个就要摆在我这边 对不起,我就要站在这里 我先打斜一点,打斜一点就不用阻止它 是,这样就行了 那我们就拿着这些所谓的私草 私草是圆灯的,可以通神的 还要看看你自己是否能通神 你通不了的话,私草通就没用 这个是看人的 你录吧,录到够了,不要紧 不过郭先生也在录 不过就 我以前三十年前那本《人鬼神》都很清楚 拍得很清楚 不是,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好,假设你有问题 你当然要问得很准 你不要问得很模糊 答案当然很模糊 假设你有一个很清晰的问题 默记于心 那你就拿着五十支这些私草 我上次跟你说的私草 我这些私草的来源很珍贵 那口诀就是大燕之数就是五十 燕就是燕化 大燕之数就是五十 其用呢 四十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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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拿着五十斤私草 我只是用四十九支 我就放一支在囊上 豁囊就无够无余了 那我用的私草是四十九支 我记住这个题目之后 我就随便地分 分而为二就是以象两 象征两仪 挂一以象三 象征三才 然后就蝕之以四 以象四时 才在我的左手边拿起这一堆 四支四支这样数 象征四时 春夏秋冬 一二三四二三就这样数 要小心不要数错 是了 四支四的以上四时 那你剩下的是什么呢 你剩下一 二三 三 或四 好了 那这里剩下三 剩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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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三 剩下四 你都没有拿走它 就变成了剩下零 那归基于辣 就以象润 放在这里 象征这个润月 五岁再润 顾再润而后卦 就是拿起这个 右边的那些 那些丝草 由四斤 四斤 这样去数 好 直至到它剩下一二三或四 那在这里剩下一 就是对数的 好了 顾再润而后卦 就是说我现在有三个地方 就是有私草的 我先放下它 那就是美子和无名子 无名子和宗子 宗子和什么 第二子 是不是 食指 食指 哈哈 剩下这里 第一 第一变 是非五则九 一是剩下五只 一是剩下九只 如果不是五不是九一定错 那这里剩下五的 那就放在 被离你最远的地方 那这个是第一变 十八变才成卦 就是女大十八变 十八变成卦 现在第一变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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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它两 两 两 这个私草 又再随意地分开它 分而为以以仗两 卦一就是以仗三 涉之以四 以仗四是 那大家可以看着我 有没有数错 那这里剩下五支 我拿 拿走四支 就剩下一支 龟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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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用 如果不是4,不是8,一定是錯的 那這裡是4,就是沒有數錯啦 放在近我的地方 那又將它拍回來 因為這裡好像... 等等啊 好,分而為二,議帳兩 掛一,議帳三 取發一,議帳四,議帳四,議帳! 剩下的細字 不再拿了 歸基於懒,議帳潤 五碎再潤,故再懒,而後裹 剩下三支 筷子,太粗了,太粗了,你用粥 第三便呢,也是非四則八 那這裡呢,就是八 好了,我們就沾了一個咬出來,就是初咬 現在沾了初咬出來,怎麼知道它是六、七、八或九呢? 六,就是一個動的陰咬 七,就是一個靜的羊咬,就是笑羊 九就是動的羊咬,就叫做老羊 只有六和九才能看的,七和八是靜子的 所以你看《易經》就看到初九、初六、九二、六二沒有別的數 那我們怎麼給這個數呢? 一個快速的計分法 就是第一邊,如果剩下五支呢,你就給個三的數 如果剩下九支呢,你就給個二的數 剛剛倒轉 就是說,施草越多,你的數越小 如果剩下五,就是三,剩下九,就是二 第二邊呢,如果剩下四,你就給個三的數 剩下八,你就給個二的數 第三邊都是,如果是四的,那個數就是三 如果是八的話,那個數是二 就是八,就是八 八呢,就代表一個,就是八 不動的陰謠,不動的,就是沒得看的 不用變 那我就一如以往,我自己現在公開就不會尖掛 以前我在美國教書,我就教完 到學期最後一課,我一定尖一掛 大家都熟了,大家都認真 所以就尖一掛,有問題的 現在是沒問題的 我們就演示了一次了 那我們就儘管嘗一下 做一個虛意的掛出來 看你們喜歡可以給我一個數 六七八九 你說是老陰、老陽、笑陰、笑陽都可以 那我們儘管砌它出來 不要緊的,隨便可以了 砌個六咬出來 然後去示範怎樣去做 你狗,你現在,你volunteer做先 狗 那就是說這個是動的羊咬 動的羊咬了 那你又給一個數 第二咬,你又視乎給一個數 你又視乎給一個數 七咬 七就是一個不動的羊咬 你又可以給一個 六,六就是一個動的陰咬 一個動的陰咬 那你呢 一 沒有一的 六七八九 你給什麼 六,人家六你又六 張先生 你給最後一個呢 隨便可以了 搞啊 哇 那它動到黏了 那我們首先看看這個叫什麼掛 這個近呢 近為山 下面呢 信 山峰谷 這個掛呢 就叫古掛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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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這個古掛呢 就是說 當然是壞過的 但是有起色的 然後呢 我們就看它動了那些咬的咬詞 我們看九二 然後看六四 然後看六五 然後看上九 看完之後呢 你就會見到一個新的掛了 對不對 有沒有寫錯啊 動了之後呢 是的 那這個就是窄 山 山 鹹 嗯 你 你想追求人 就好 那這個掛呢 出到來就叫做古知鹹 知就是旺的意思 就是古 知鹹 的掛 那看到那個鹹字呢 就完 你喜歡再看過的那些咬 你可以 除你的興趣 不過 那些咬是不會再動的 那些咬是穩定的 笑音笑羊來的 沒得看的 就是這樣看 對 是 我 我知道 你現在變成鹹掛 這個是七 這個是八 這個是七 這個是七 這個是八 還有什麼看呢 你可以看 帶靈感 你可以拿靈感 但是理論上是沒得看的 整個掛來看 你只要整個掛來看 你喜歡每個牙看都可以 但是這個人你想看而已 但是牙已經沒有狗沒有鹿了 沒有狗沒有鹿了 是 那個上陸說是一個港府 小平原故 銀口選擇 不要緊,你都沒有一個問題 是嗎 不是很明明為什麼會有很多人 就是說你每看完一個動搖 你每看完一個動搖 他就会变成对方,阳变阴阴阴阴阳的了 这里看完之后,他就立刻变了阳,不过是笑阳,就不再移动了 这个看完之后,又变了,不过是笑阳 这里又变了阴,不过是笑阴,那就变了 就变了窄,山,咸,就是这样的 好了,现在剩下不太多时间,大家跟着他就会问 大家就问,怎样解惯呢? 因为你没有问题,所以就不能解的 好,我给你个实例 陈葵神啊,实例来的 实例,这本书是1982年初版 陈葵神啊,我现在是干净,因为他第16版 都很少碰,摆在上面 现在说起来又怎样呢? 我当时就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书 其中一科就是周译 当然用英文教,也是用翻译的 所以不要紧要的 大家知道的通行本,神都跟通行本回答 他不会跟白书周译回答的 那就1976年 不知道你们多少岁啊? 1976,一月 有一天,有一位女同学就来到我办公室 我女同学一定是美国人的 不是中国人来的 她就跟我说,她说她 起了个挂,想我解给她听 就递一张纸给我 她说,将纸画住的挂呢 是换枝蒙 风水换 去山水蒙 即是等于什么? 哪个出来跟我画她 不如张先生跟我画她 换枝蒙 那我就问她,你尖什么呢? 这个大家最想知道 她说她有一位好朋友 麻烦张先生 换枝蒙 她有一位好朋友 快要临盘了 做妈妈了 肚痛都很紧要了 很惨了 医生就建议她开刀 她就不想开刀 她要纯产 坚持纯产 这位女同学就很担心 于是就问周易 她的女朋友 会不会母子或者母女平安 这个是她的问题非常清楚 那我看到一个换枝蒙 那我就告诉她 母亲和小孩都一定平安 那为什么呢? 换是散换的意思 是的 风水换 画得很漂亮 张先生 画得很漂亮 山水梦 换就是散换的意思 所以她女朋友 目前一定很痛苦 精神一定散换的 但是呢 换之蒙 就是换挂的九五 九五是好咬的 换汉旗大豪 换王居无咎 如果你拿着这句话 用白书一看又死 换汉旗大豪出汗的汗 白书周易是写着换旗干大豪 是写着肝胆的肝 所以你一定是跟通行本的 你没得跟其他了 而且这个换挂是代表什么呢? 一切散换 让王者 王格有妙 王者去回宗庙那里 去感动群众 去收拾散换的心情 所以换不是太差的 但是他九五移动了 都是代表他要受苦 所以换汉旗大豪 换王居无咎 他现在的情形 我根据我本书说 又一定是揮汉成语 而且痛苦得大叫 幸而九五就搖为居宗 有王者之杖 有惊无险 转危为安 所以母亲一定平安 那为什么小孩都平安呢? 就因为是换之蒙 蒙是什么? 同蒙 啟蒙 如果你没有个蒙挂 那我啟哪个? 是不是? 你既然是沾了蒙挂去殿后 就等于匪我求同蒙 就同蒙求我 那你有个同蒙 你才能跟他对话 所以呢 如果没有同蒙 又何蒙可啟呢? 所以他那个小孩一定没事的 同蒙一定出来的 所以呢 我一看是蒙挂 我就知道这个同蒙都不会有问题的了 那还有啊 子还是女呢 蒙挂的上根下坎 两个都是羊牛 那一定是子呢 近为少男 坎为中男 都属羊的 所以我说这个是子来的 好了 这个小孩多谢了我就走人了 过了一天 我就上周易了 我记得我是一个星期上两次的 翌日我就上周易了 二百多人之中 找不到他 我都担心 我找不到他 不见他了 于是又过两天 我又上周易 这位女同学就坐在最前排 我最记得呢 因为她小小 我记得她是双脚打坐坐在椅树 我记得她 她不是碰地的 美国人很有趣的 好玩的 她是打坐坐坐在椅树 我即时去问她 我说你女朋友怎样呢 她说母子平安 我说对了 出来说 出来说 她的经过 她说生产都不是完全顺利 因为那个小孩是脚出线的 是的 现在呢 就没事了 出来说完之后 那些人都拍了手 完结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是真的例子 是真的例子 解挂就是这样 而且解挂呢 解挂呢 跟解释周易的一样 是两回事 比如说我要讲解周易 我刚才也讲得不透彻 如果我讲得透彻呢 就很大件事了 真的讲了半夜 但是解挂呢 就大约就可以了 就是有些字你不太明白啊 不懂啊 又不懂读啊 都不是很紧要的 你看她的吉凶啊 那个位在哪里 是不是居中得正啊 那类的 那些因素呢 其实你就已经是可以解释到的了 那这个是一个实例 1976年1月 满意了吧 不是 顺铲还是 顺铲 顺铲 先脚出 是 老师有什么说话呢 就是解挂的宗席 那个毛挂 说起咯 结局来的 是枝挂 来的嘛 不是 有些变多牛 你用变多牛 去决定呢 不是 你变多牛 就由下面的牛 先看了 由下看上 跟着就变 就看个变卦 就这么多了 所以也不是困难的 但是你有没有那个灵感呢 有没有那个经验呢 那就视乎个人了 明白吗 那我最后呢 首先就现在九点了 如果你们想留下看看呢 这里呢 就有一个影印本的白书周译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 哇 从来 就有一些的 竹简 你看这里也行 这里就是有颜色的 大家可以描一下 你知道这些简是怎样的 这个白书周译 那些只是奏文 老师 什么叫奏文呢 奏文呢 尤其是指秦国庸那些 但是这些肯定就是船书 太史秦 写作的 大家可以看 白书周译就是一块布 竹简就是一条条的 竹简就是一条条的 那它在尾那里呢 竹简后面就有一些 剪断了白书周译 那些字 白书周译是用帝书写的 大家可以描一下 呃 在这里就 讲声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